欢迎收看9月12号百革时事为你总理的各家评论 首先是新洲日报的阿兹米的无畏新世界 新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郑丁贤在今天出版的评论中 写到了阿兹米沙龙这一个人 他是马来新生代之中少数自由主义的精英 因为写了雪州大蠢危机的文章遭到煽动法令提控 郑丁贤认为提控阿兹米万顾学术知识分子发表公共论述的应有保障 也许可以不同意他但是没有必要堵住他 我们让两边的政客发表了太多无机的谈话 却容不得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表达客观的言论 那么人民依然被政客人物带到各自的极端 也始终看不到真正的意义以及解决的方式 值得欣慰的是马大很多学生挺身而出 做阿兹米的后盾也是协助打造一个新秩序的无畏新世界 下来是中国报的美国宣战 中国报曾子约专栏作者曾子全写道 美国扮演中古世界的教士神圣不可侵犯的日子已成过去 他也有打不倒的敌人 美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另一面是好勇斗狠 傲慢自大目中无人 老美的选择性正义 在阿拉伯世界得罪的人多 例如袒护以色列 欺压巴勒斯坦 海外战争 老美率军光赴了科威特 几十年后的今天 科威特未有民主 没有更好只有更糟的伊拉克 同样民主路漫长 美国并不单纯 对于战争的意义和道义的实践 权力越大的人越应该受到监督 这是美国放不下的十字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